欢迎收看看蛇吃健康 蛇疹入门系列课程 上一次课跟大家分享了喝水都会长胖的这类体质 它的舌头有什么特点 中医讲标本兼致 这类肥胖的体质往往是因为水液代谢失常 导致过多的水湿停留在体内带来的这种肥胖 身体往往是属于一种浮肿的体质 要调理它的水液才能解决彻底的问题 指标呢 腰以上往往通过发汗来解决 而腰以下呢需要通过利尿这种方法来解决 中医还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叫三胶 三胶贯通全身 所以叫无处不是三胶 什么意思呢 但凡水液所经过的地方都叫三胶 所以它三胶也叫足水道 再上发汗再下利尿 在中间呢要去通这个三胶 后面呢我会通过一些案例来跟大家来分享 总而言之呢因为体虚了之后 尤其是皮胜羊虚了之后呢 引起这个水液代谢不出去 人体肥胖 那相反啊 假如这个人的羊热很重 在体内积累之后会引起什么问题呢 那就会引起我们所谓的上火内热这种情况 那这就是咱们这次课来要学习的一个重点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张舌头啊 这位女生啊 婷婷又来了啊 你看她的舌头 大家看一下稍微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印象 她这样的一个体质的是什么呢 因为最近睡觉睡不好 有点心烦啊 想试很多 一整晚呢都觉得很繁杂 一看舌头呢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次课呢 重点就来学习这种体内有热 尤其是新火重啊 他的舌相有什么表现呢 其实啊 我们通过前面所学习的这些内容来看 判断含热并不难了 尤其是这个热相啊 我们稍微简单复习一下 热呢 无非就是有舌头红 舌苔呢 甚至黄啊 这个呢 就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这个人 总体的一个基调是热相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会把麦啊 再结合摸麦 如果麦又快 尤其是在左手的寸麦 又很快的时候呢 那可能就提示有新火了 在舌头什么表现呢 就是舌头所对应新的这一块区域 会比较红啊 那就是往往多见于舌尖很红啊 有的呢 舌尖是小红点啊 甚至都凸起来啊 非常鲜红的样子 这个呢 就是新火重的一个表现了 单看舌头 新火重还蛮好认识的 那如果你在结合刚才提到的麦和症状啊 症状会有哪些表现呢 新火重的时候 往往会合并有失眠啊 多梦啊 或者是近期啊 老是想问题失利多压力大 严重的 有些人还会出现精神的异常 就是我见过的一些啊 这种极端的精神分裂的 或者是些狂躁症的啊 都会有这种舌尖非常红啊 心火非常重 那小孩呢 往往会出现烦躁啊 很难睡 脾气很大 甚至啊 还有这个便秘这种情况 我就见到啊 一个小孩 八岁 脾气非常的大 经常打骂父母啊 就是经常骂他 妈妈骂他的爸爸啊 这个小孩呢 可能从小又有点娇生惯养 就根本管不住 那怎么办呢 晚上还不睡觉 又要吵着吃 他喜欢吃的煎炸啊 啃得鸡啊 这些东西 所以他父母真的很无奈 带他来看我的时候 我一看这个体质 一舌出来生舌尖好红哦 没办法啊 他这么狂躁 这么热的情况下呢 所以建议他父母去买这个牛黄青杏丸 给他吃啊 牛黄青杏丸呢 其实有点类似于安宫牛黄丸啊 只是比较低配一点啊 反正是专门针对这种比较狂躁症 才能吃的 所以这个小孩呢 我让他吃四分之一粒啊 吃了之后呢 这个增转就得到缓解 具体如果我们是身边啊 有些人出现了这种心火重的症状 还有舌尖又很红 怎么办呢 在上海论里面有个经典的方式 叫卸心汤 就是心是属火嘛 火忘了之后 直接用卸心的方法 就是大黄黄莲黄青 这三位要呢 直接把这个火给卸掉 这个是最直接的 那当然如果这个火啊 他极端往上冲的时候 还合并其他身状 简单的就会有舌尖溃扬 或者是口腔有溃扬 还有些会有眼睛红啊 尤其是这眼白这地方特别红 还有呢卖力肿 有的呢 甚至何必有耳聋啊 或者是耳鸣 这些症状都会出来 怎么办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 卸心汤 直接把这个火给卸掉 甚至有些人啊 这个火气上来之后还会流鼻血 所以针对这种新火红旺 常用的一些新火的药物啊 或者是食材都会有 如果是有失眠 最常用最常用的一个药啊 就是莲子心 这个莲子心呢 有点苦啊 拿了泡水喝就可以了 成人 小孩子呢 可能接受不了 小孩子也喜欢口感好一点呢 那就会写用灯心草 配蛋煮液啊 因为灯心草和蛋煮液啊 煮出来的水很淡啊 如果再加上一点冰糖 就是一个糖水 小朋友呢 还是蛮能接受的 你可以配上 像柴虎啊 配点青肝的啊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原运动的古中医学 你们有提到 治疗这种有热比较重的时候 他就会用苦寒 他会体现用三豆饮啊 就用绿豆 黄豆和黑豆啊来煮水 这个呢也是有帮助的 那如果是真的针对这种心火很重心烦失眠很厉害的 推荐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是唐龙川啊所创立的在他的血政论里面呢所记载 针对这种心火比较重的失眠 具体主方呢是用 当归生地白勺 配莲子心莲桥 配福神酸枣仁 再加上麦冬 再配上一点清热厨房的 蛋竹叶龙骨 再加上浙贝母 这个方子呢 就是可以 治疗这种心火很旺 有些甚至合并一些 痰热 夜间很烦躁的 大人小孩子基本上这个方子都可以用 那当然如果是小孩子你可以把这个方子的 苦的药你都可以去掉 就用点麦冬配点莲桥心 或者配点点生地啊这些来用都是可以的啊 好这就是这次课的一个内容 心火旺他的舌头大家记住这个点最主要是调理思路啊 多优优独播剧场——夜空 就这样吃下雨了 是不是 等一下